就输入三次 那我就写个for圍圈 for i in range 然后加个3 其实3这个写法其实就是0.3 只是说0.3我讲说可以省略 所以这意思是跑三次 当然精简以后越写越精简 就写这样 然后后面加个x x等于什么呢 你就input input是什么呢 请输入电话号码之类的 然后就让他讲 请输入电话 然后就直接请输入电话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把原来电话码要放x 不过特别注意你要串在中间 串的方法记得 两个双以后移到中间 为什么因为先切开来 各自先分开 然后呢 那就是 自串跟变数的串接 就是用加号 那加加两个就串在中间 中间加一个x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全完成串接 这样就完全完成串接 ok不要打错 这样看得懂吧 ok 这是java的串接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一个完整的自串 其实不管是不是 其实不管是不是 Python Java都差不多 就是我们今天 要在 因为它这个原来是一个完整的文字 是一个自串 那我要在自串中间放一个变数的话 第一个特别是要 第一个特别是要我需要怎么做 一先把一个完整的自串切开来 变两个 所以两个双引号意思说 这个就变一个自串 那后面又一个自串 有没有 有点把它分开来 就把那个变数放中间 你放中间之前 你一定要有串接符号 然后把x放中间 这样就ok了 如果你一下子还是无法理解的话 不过如果以前有学过程式的东西 应该会比较快进入 如果没有 你先记一招 我建议你先背口诀算 把那个字把选起来 然后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两个加加 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x 这样就好 以后先把口诀背起来 你多做几次 你慢慢就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刚开始一直问为什么 为什么 然后之后呢 做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就不会再问为什么 因为就懂 然后主要我刚刚讲过 就是把两个自串切开 放一个变数在中间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什么 记得喔 他输入号码之后的话 记得请你把这两行 就是 SQL string跟那个 exq这两行 按一个back键 按一个那个tab键 为什么 因为要先输入之后 有没有 然后再做 什么呢 产生一个 SQL的这个语法 然后再执行 所以我这边要三次 请输入三次 然后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最后的话 再一次全部 全部再一次确认 你不要每次都确认 然后最后再close 写入完成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边 可能同学 比较会有障碍 是这个串切喔 记得喔 这个串切如果你实在是 还不太清楚 你先记口诀 两个双以后 一中间 加加一中间 再x就好了 这一招应该就可以够用了 至于为什么 其实简单讲就是把一个变数 放在字串中间的意思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做完了 然后我们来跑跑看 有没有错误 17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跳出什么 请输入电话 那我就输入02 1234 简单 02 4567 456 02789 输入三个吧 ok Enter 三个了 没有了 因为我只有跑 Range 3 所以它只会跑三次 接下来 关键时刻来了 那表示说我现在资料已经放进去了 接下来 要把它读出来 所以读出来怎么读 不过目前我还没有教会怎么样把它读取 其实用slate语法就可以 只是说呢 我们还不会就用什么 用sqlite browser 一样怎么样 切到前面 然后再切过来 看一下有没有 重开一下 这边 然后切到什么呢 table02看看 有没有 一 二 三 刚刚好 就刚刚那三笔资料 这样就表示成功了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部分的话就等于是把insert into 资料库 再做一个变化 那如果我说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请各位可以练习看看 什么呢 就是把会员资料 想想看有没有办法 刚刚之前我们那个会员资料 有没有办法把它 member.tst 写到资料库里面 ok 这个有五个栏位 那要怎么样 刚好五个栏位就把它放到 这个 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也许你可以建一个table叫什么 member 或者叫member01 然后面会有五个栏位 那栏位名称如果你懒得想的话 你干脆用A B C D E 对有时候其实懒得想 你就干脆用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模拟那个eSale 这个灵感也是来自eSale 因为eSale它其实 栏位名称就是取A B C D E 后来发现对这种名称好记又方便 你也不用特别去想栏位名称叫什么 然后形态的话如果你不知道哪一种形态 你干脆全部用test 为什么 这个灵感也是来自于eSale 那eSale 除存歌就随便让你随便都可以填 他不用他没有 eSale里面也不会先问你说 你要放什么形态 对不对也没有问嘛 反正你放什么就是什么 那我们如果要模拟类似像eSale 你干脆就用哪一个栏位名称用A B C D 形态用test就好了 但如果你要精确一点的话 你恐怕就是要去想 如果是整数就integer 如果是小数点的话 可能你就是记一个double就好了 double 如果是日期时间的话 就day time 如果文字就test 大概常用这四个大概就够用了 还有没有更多有 请各位自行去查阅 网路上有关你打Google Google打那个sicle line的什么呢 资料形态都会出来 不过理论上你大概也不需要用那么复杂的形态 如果你只是先想说可以把资料放到资料库里面去的话 大概一般用这四种就绰绰有余了 差别只是说如果你用的形态越正确的话 当然相对的资料库比较不会浪费空间 不过因为现在硬碟都这么大了 随便放也没有差 第二个的话如果你的形态越精确 你将来跑起来的速度会比较快 如果你目前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你就纯粹练习的话你就先使用一些最基本的资料形态就好了 那未来如果你已经进入情况了 你自己再去了解 再更精确的 我可能这个栏位我只能放哪一种形态的资料 这样我就可以少让 比如说文字好了 Test它是给你很大的空间你随便放 但是如果说你想说我这个栏位最多就20个字好了 那你可以用什么用chap或用varchap都可以 它还有很多形态 你瓜糊跟他讲20个字 但问题你超过怎么办 哎呀抱歉 他就跟你讲放不下 因为你没有预留啦 Test是什么 我现在就给你无穷大的空间 你随便放 你说会跑很慢吗 我发现因为现在CPU都太快了 以前会变慢的 现在好像都没有影响 所以现在我都先给一个大的 免得自己找麻烦 对因为有的时候反而你越是想的太细 那你之后就没有可以有空间了 除非说你为什么以前会那么细 因为以前的装置 那个记忆体都是几k而已 然后那个空间都是几m而已 那当然你要想的很细 否则的话一下子那个微型装置一下就满了 那你三天两头就要维护它一下 不是很麻烦 可是现在随便连一个树莓派 随便记忆体都2G了 对不对 现在以后可能4G 8G 那你RAM的话 你那个RAM的话 你随便要插记忆卡 插个128G也可以啊 那个资料 这个data根本是维护其微 完全不用太担心 除非说你那个资料量产生的是非常大的 好像什么 今天有同意说他们公司 产生的资料都好几GB的 那就另当别论 怎么有这么多资料 除非你是影片的吧 不然的话文字资料又能够好几GB 应该是很困难的 OK 不过如果in video的话 也不太会把它放database 好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刚刚这一题 主要就是说我把输入的次数 改成三次 然后每输入就会自动跳一个请输入电话 然后我就输入三次结束就跳离了 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那个 要自动输入 就是con con con 然后connect 主动文件 con close close就断线了 close就断线了 所以如果你资料库 假如说你前面突然close 你后面就抓不到资料 如果我放这两个没有差 其实没差 conmiss一定要放 conmiss一定要放 因为如果conmiss conmiss是确认的 因为在MySQL 你等于是有执行 你是要点上面的conmiss 对对对是 你没有conmiss 最后变成说 它只是写到缓冲区里面 我看没有帮你更新 ok 好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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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